吹牛大王力险记 第十八章 火山的秘密 我曾经看过一本叫西西里游记的书,里面描写的埃特纳火山的景色是那样壮观而奇异,让我这样爱好探险的人看了之后便心生向往,怎么都压抑不住想去那里游览一番的念头。 当我如饥似渴地把整本书看了好几遍后,便找了个机会向着心中的圣地埃特纳火山出发了。 埃特纳火山位于意大利的南端,是欧洲最大、最高、最活跃的火山,同时也是世界最著名的火山之一。 在西西里游记中,作者将这座火山描述成一座外表有黑,但是顶端会不时喷射火焰和岩浆的独立追行体,而且还描述了周边发生的许多奇人怪事。 所以,我对这一趟旅程充满了非常大的期待,觉得一定会发生很有趣的事情。 可是,当我驾着马车一路过去时,并没有碰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,这让我多少有些失落。 我甚至一度认为,是那个无耻的作者胡编乱造,杜撰出了那些奇谈怪事,然后,拿这些虚假的故事来蒙骗我这样纯真善良的人的金钱和心灵。 不过,出于对埃特纳火山的向往,我还是坚持了下来,想看看那座火山是不是真的如书中所说的一样壮观。 又走了好多天,我终于来到了著名的埃特纳火山脚下,现在看来,那个作者至少有一点没有骗人,那就是这里真的非常热,而且可以说是热得要命。 开始的时候,汗水就像泉水一样鼓鼓地冒出来,在身上流淌成一道一道的,可是不一会儿,汗水刚一冒出来,就直接变成水蒸汽挥发了。 我知道,在这种状况下,人会很快缺水而死,更何况,我现在已经觉得口干舌燥,头昏眼花了,于是我决定先离开这里,等第二天一大早,趁火山还没有睡醒的时候再去。 我在离山脚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找了个茅屋住下了,夜里,我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,脑袋里总浮现出书中描写的火山画面。 在翻来覆去很多次后,我的脑袋里突然蹦出一个怪得不能再怪的想法,那就是,在火山沉睡的时候,跳进火山口去一探究竟,那样一定很刺激,哈哈,你们会不会觉得我一定是疯了? 可是在当时,这个念头冒出来之后,就变得非常强烈,我像着了魔一样的想去尝试一把,如果觉得不那样做的话,我将从此寝食难安,永远后悔。 于是,在冲动的驱使下,我半夜就出发了。 当我爬上山顶的时候,艾特纳火山正在睡梦当中,而且正酣畅淋漓地打着酣呢,那个白天看起来相当恐怖的火山口,现在显得安静多了。 不过在我看来,它仍像一个烧红了的大火炉,不断散发着热量,在沿着火山口兜了三圈后,我鼓足勇气,闭着眼睛跳了下去。 是的,我是真的跳下去了,而且义无反顾,就凭这一跳,我应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了吧。 看到这里,你们会不会在心里说,哦,这个孟豪森一定活不过一分钟了。 哈哈,我要告诉你们的是,不,我活得好好的呢。 在刚跳进去的那一刻确实挺热,热浪接连不断地涌过来,制烤着我身上的每一寸皮肤和每一根毛发,让我一度以为自己真的会被烤焦。 不过,我很快就掉到了火山底部,这里竟然神奇般的比上面凉快很多,简直让人不可置信。 而且,我还听到了一阵鞭打声,哀嚎声和咒骂声,加上周围那阴森恐怖的石壁和长着铁锈的地面,我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一座监牢。 我寻着声音向远处望去,嘿,那不是火神福尔干吗?他为什么要抽打这些苦命的铁匠下属呢? 算了,这个问题就不深究了,我还是给你们介绍下福尔干吧。 前面说了,他是火神,也有人称他为雷电之神,是宙斯与赫拉的儿子,天界十二主神之一。 他拥有世界上最高超的铸铁技艺,能打造出任何金属器具,神界许多人的武器和盔甲都是他打造的,但不幸的是,他的长相十分丑陋,而且还是个瘸子。 除此之外,还有一点让人很不喜欢,那就是他的脾气异常暴躁,动不动就气急败坏地发火,然后把气撒到周围人的身上。 瞧,他这会儿就在发火,而那几个倒霉蛋则忍受着福尔干的辱骂和抽打,不敢有一点反抗和争辩。 那鞭子不断地扬起又甩下,打得铁匠们皮开肉绽,哀痛哭泣,我实在看不下去了,冲上去拦住了福尔干的鞭子, 然后,想尽一切理由,并加上各种恭维的词语来劝说火神,让他放过这些可怜的人。 事实证明,我的口才还是不错的,因为这个暴跳如雷的家伙渐渐安静了下来,然后接受了我的提议, 接着,他竟然取出了一点烧伤药膏,并亲自给我涂伤,到这时,我才意识到我的身体在跳进火伤口的时候被灼伤了。 好在这些药膏是神界之物,很快我的伤口就愈合了,而且看起来就像从没受过伤一样。 再后来,福尔干的举动就更让我受宠若惊了,他不仅摆出了各种美食和一瓶鲜酒来款待我, 还把他那貌美如花的妻子维纳斯介绍给我认识。 要知道,维纳斯可是天界最美的神仙,是爱和美的女神,能认识她对我来说,那是天大的荣幸。 在我们一起畅快地喝酒吃肉的时候,福尔干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情。 原来,这座埃特纳火山是由福尔干的烟颂里飞出去的烟尘堆积而成的。 喷出的火蛇和岩浆,则是他锻造东西时冒出的火焰和洒出的铁水。 而他的下属们又总是做出一些让他无法原谅的蠢事。 当他忍无可忍的时候,才会惩罚他们。 有时候是鞭打,有时候则是顺手把一些烧得通红的煤块和铁块向他们身上扔去。 通常,他的下属们会敏捷灵巧地躲过扔来的煤块和铁块, 然后把这些东西捡起来,堆到另外的地方去,以免福尔干再次拿来扔它们。 当煤块和铁块堆多了,就成了人们所说的火山。 而福尔干又总是被下属们气到暴跳如雷的程度。 所以,这些煤块和铁块形成的火山,就出现在了世界各地。 酒宴过后,福尔干挽留我在这里多住些日子,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。 起初,我和火神夫妇相处得十分融洽,每天都会一起愉快地用餐和交谈。 有时候,聊得开心了,还会彻夜不眠,一直聊到天亮。 可是好景不长,一些日子过后,福尔干身边那些喜欢造谣声势的下属们, 就开始在福尔干面前搬弄是非,说我对他的妻子维纳斯图谋不轨。 性情本就急躁的福尔干一听,马上怒火中烧,叫喊着,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,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? 接着,就一把抓起我,并丢进了一口深井里, 连半点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。 我不断往下掉去,速度却一刻快思一刻,把我吓得心惊胆战,六神无主。 然而,等我清醒过来时,却发现自己身在一片惊涛骇浪的海里, 幸好我的水性不错,擅长游泳,要不然,我可就直接一命呜呼了。 接下来…… 算了,今天讲了这么多,我都有些累了,休息一下,明天再讲吧。 要知道,好故事是值得等待的,明天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。